阿偉 還好 你怎麼會在這裡 來找你 這是一部勸人行燒 要及時的微電影 但你看到亮點了嗎 裡頭飾演苦情單親媽媽的 正是好久不見的歌手 金沛山 我兒子希望說 他在那個學校要考上大學 希望能夠用推真的方式 就是他有很多作品 所以我兒子就說 媽媽你可不可以幫我 然後我就說 好啊 你都講了我能不幫嗎 從年輕眼到老 金沛山坦言 這是一大挑戰 再次粉末登場 也讓大家回憶起當年的金巴點 這首主題曲搭配著電視劇 一播出紅遍大街小巷 也捧紅才出道兩年的金沛山 但他說這首歌 原本不是要給他唱的 唱片公司老闆娘臨死打電話說 你現在上來台北 有一首歌叫神雕俠旅 他說怎麼在什麼歌手 怎麼沒回來 在國外 怎麼快要開天窗了 他說你要他上來唱 好 真的 因為壽命當了救火隊 沒想到缺成了經典歌曲 傳唱至今33年 而說到金沛山的代表作 還有這一首 唱出一代女紅的氣勢 金沛山從80年代開始 一共唱了30部八點檔主題曲 但他入歌唱這一行 卻一度遭到擔任公務員的父親反對 但他的古板的心態還是在 他說唱歌 在我們那個年代 唱歌是歌女 演戲是戲子 不可以去 絕對不可以 那我媽就跟他說 他喜歡唱歌你就給他唱完了 為了報答媽媽的力挺 金沛山總在歌唱比賽中 拼出好成績 甚至唱到日本去 爸爸看到寶貝女兒 這麼積極的為夢想努力 心漸漸被軟化 他就寫了一封信 請寄到日本去 然後就跟我說 有一個歌唱比賽 妳要不要來參加 這是很難得的 我爸終於 所以終於是爸爸叫妳 我爸推薦的 22歲那年 金沛山在歌唱比賽中 獲得第六名 進入電視台成為基本歌星 媽媽陪著他 從台中來台北打拼 7000塊一個床兩個母女住 吃的都是一個以前菠蘿麵包 一罐牛奶一頓飯 當時金沛山被電視台 視為秘密武器 還沒正式曝光前不能在外面演唱 但為了生活 母女倆還是偷跑去西餐廳唱歌 後來借著幫其他歌手 帶上歌曲打歌 被唱片公司向眾前約 不要說你是遠方來的過客 這是金沛山演唱的第一首 八點檔主題曲 當年才24歲的她 接連唱的《神雕俠侶》 《一旦女皇》 歌唱事業達到巔峰 但成名的代價 卻是被排擠 被譏諷 她就一面化妝 就一面在那邊講說 唱八點檔 唱那麼多有什麼用 紅也沒幾首 甚至歌廳的同事 也用集體跳槽 要挾老闆開除金沛山 結果我就跟媽媽說 我不要唱了 我不要唱了 我要回台中 我不要唱了 我說大家都要欺負我 然後我媽就說 你欺負我南下了 你要不你就唱下去 你已經沒有回頭路了 要不然就闖一片天空給人家看 媽媽的一席話 讓金沛山更努力在歌壇上 闖出一片天 但27年前 她卻遇上一連串莫名的怪事 而這竟然跟一位日本女孩的 分屍命案扯上關係 我跟我的弟弟他們要去日本玩 然後我們就想說先回台中去 但是在開車的路上 我們經過三億交流的道 然後我媽媽就開始整個人 就一直回過頭去 回過頭去看到後面去 然後我再開車開開 然後看我媽媽 媽妳在幹嘛 妳怎麼看到後面去 後面有什麼東西 沒有 我就看到有一個白衫 沒有頭 就把她判過 判過那個判 金沛山下的寒謀直樹 要媽媽別再講下去 但是 突然間就是有一個綠色的光 就把那整棵樹這樣 這樣照亮那個整棵樹 那棵樹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好像就是有在暗示我說 小心了 你們家會有事情這樣子 金沛山當下不敢多想 只覺得要趕緊開車回家 沒想到回到家之後 讓人訝異的事又再度發生 我一回頭看媽媽頭上 媽媽妳頭上是什麼東西 就一團好像是雲 一團這樣子 然後白白的 然後你影響還會看到 好像有一對眼睛這樣 然後我就跟她 媽媽妳頭上什麼東西 媽媽看上面說 沒有 怎麼有 但是媽媽走到哪裡 她就跟到哪裡 我的天啊 我在騎雞皮疙瘩 後來我就打電話給我的那位老師 我說老師 可以到我們家來嗎 我們家好像有個客人 請都請不走 有啦 老師來了 但是我相信這一段 我相信 因為就像我這樣 然後老師就跟她溝通了 她就跟我說 她是日本人 我說是喔 她說她是冤枉死的 我說那不 她們是跟著我幹嘛 她說她們感應到說 是我們要去日本 她想要跟著我 她想念她媽媽 後來金沛山和家人 還是依照原定計畫到日本玩 不過就在回台灣之後 她看到報紙上有關一個 日本女孩錦口真禮子 被殺害分屍的報導 然後就看到報紙 就登出來嘛 就破案了 然後我還趕快打電話 去問我的老師 我說老師... 到我們家的客人 就是那位叫錦口小姐 她說對啊... 所以我就覺得很多事情 非常不可思議